今天一整天还受到寒流的影响对吗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鼠里 好了 没错 今天持续受到入冬以来 最强寒流的影响 不过跟昨天很不一样的就是 今天是从整个湿冷转干冷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从真实色的卫星云图 你就可以发现 现在最晴朗的反而是在山区最晴朗 那么其他地方云都多 所以也因为这样 因此中南部地区原本 预计今天辐射冷却的效应会相当明显 但是没有预期来的明显 尽管如此因为冷空气还是相当的强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 一个出现在苗栗大河4.6度 桃园的新屋 这个今天对不起 4.6度是昨天的低温 那么今天大河来说的话 就有6.8度了 另外一个低温的部分 则是出现我住的地方 就是新店京晨的最低温 也有8.2度 那么以目前的温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赶紧来看看 就现在8.25分 您可以看到今天北部地区的温度 现在来说台北跟基隆都有10度 那么桃园新竹苗栗也有9度 从台中中部一直到嘉义来看的话 目前的温度也都10度 事实上就现在 这种9到10度的温度 其实也是相当寒冷的 那么南台湾一直到高雄 整个西半部地区 几乎都是在9到10度左右 东半部来看的话 除了宜兰是9度 那么花莲跟台东都在14度 最冷还是在离岛 因为金门跟马祖同样现在的温度 都还在4到5度左右 当然了 这一波冷空气会冷到什么时候 我们从未来一个礼拜的温度曲线图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事实上天气上来说 今天水气减少了 所以尤其在白天这段时间 虽然目前中南部地区 云都相当的多 但预期今天温度阳光 还是会有露点的机会 所以温度上 今天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就可以回升到20到22度了 那么北台湾今天整天都还是处在寒冷的状态 因为高温今天不会超过14度 东部地区差不多15度 那么以礼拜四来说 清晨还是在10度左右的低温 但是白天之后各地的温度 就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 预计北台湾明天就有20度 中南部甚至可以来到24 25度 剩下的就是东半部 因为转吹东风的关系 所以从礼拜四到礼拜六 东半部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 看起来一直要到礼拜天 到下个礼拜一 水气才会明显的增多 但要告诉大家 一直到周休假期 各地的天气早晚都还是处在寒冷的状态 所以尽管明天寒流减弱 早晚的时候 温度甚至都还是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 大家就要做好预寒的工作了 时间交还给家如 好 大家早安 当生新闻持续在宜兰太平山这边守候 目前是早上六点钟 不过看到这个天色依旧是相当的暗 现在的温度依旧是很冷 是零下的负三度 不过这个水气跟昨天相比 是明显少了很多 看看这一片木平台 其实在这边昨天是一整片的银白色世界 很多人在昨天就是在这边打雪仗堆雪人 不过今天的景色整个都不一样了 现在看到剩下少量的积雪 这些雪在昨天其实在下半天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融化 现在看到剩下这个凤凤的地方 剩下一下积雪 而这个路面结冰也是相当的湿滑 走起路来真的要特别小心 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否则可能很容易就会滑倒了 不过究竟今天还会不会下雪呢 这波寒流其实是从湿冷转为干冷 今天温度依旧是很低 不过水气是稍微减少了 究竟太平山还会不会下雪呢 还得持续观察 而这是太平山的最新情形 拉拉圣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俊琪 好主播各位观众 大家早安 大家起床是不是都感觉到现在 其实温度还是非常的寒冷 没错因为寒流影响还没结束 现在呢在山区的部分 就算平地也都是还是很冷的 那我们目前东森新闻的团队呢 还在拉拉山帮你守候第一线的消息 昨天呢 大概在海拔1600公尺的 这个露营农场 这边的草地原本积雪厚度呢 是有来到1到2公分这么厚 不过呢 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呢草地呢 已经呢 这个雪大概融了差不多了 谨慎一下呢 旁边比如说像树木周边呢 有一些这个积雪 不过呢 其实因为呢 游客踩的关系啊 它已经变成是冰了 好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旁边的这个树木啊 也可以看到呢 都已经还是呢 呈现结冻的状态啊 这个连这个叶子也全部 都是呢 结冻的 所以呢 这个温度的都还是好冷啊 现在海拔大概是1600多公尺左右 现在呢 这个气温呢 是零度到负一度之间 好那不过呢 要特别提醒呢 如果观众朋友 你还在山上的话 要特别留意 像是呢 这个铁梯啊 我走在上面 可以看到呢 全部都是呈现结冰的状态 每一阶呢 都是呈现这样的模样啊 所以呢 如果有可能你再走的话 一定要扶着这个扶手 那慢慢的 一阶一阶的走 不然有可能呢 不小心呢 就会滑倒了 好 所以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上山的时候 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因为呢 其实现在呢 这个温度呢 是比较冷一点点 那基于呢 其他山区的状况为何 把时间交给人在武林农场的节安 好 在武林农场这边 一大早的好冷哦 就是因为现在气温啊 只有零度而已 体感温度也只有-三度 像我身上穿了好几件 感觉好像都没什么用 因为真的是太冷太冻了 不过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下雪呢 其实可以看到我脚下 我身后都是干干的一片 就是因为昨天经过整个晚上 在武林农场这边都没有下雨 所以加上在温度 温度虽然够 但是水气不足的状况之下 要下雪当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不过很多观众朋友们 当然关心的 就是可能他们会想要来上山 来想想风景 或是来看看思源亚口这边 有没有机会降雪呢 也要提醒大家哦 因为其实在台七甲仙这边 在三十公里到五十公里的路段这边 是从昨天晚上六点到今天早上七点 都会进行管制 也就是说游客不能上山 也没有办法下山 但是呢 在今天早上七点之前 会是整个路况来解除 说不定也会提早的解除开放 让民众上山 以上就是在武林农场这边的最新状况 在和欢山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银轩 好的 主播观众朋友现在介绍 超过一点一公里以上哦 那像我旁边这边呢就有民众 他们是从嘉义特地上来 想要来赶一波看一下雪白的和欢山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会想要上来 呃 没看过雪啊 没看过雪的香巴哦 那你们好像很冷耶 我们超级冷的 现在一度左右对不对 对 那你们怎么样去做保冷措施 我们有棉被 要不要介绍一下 开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刚洗好的小贝贝 他跟着我们很久了 昨天看到雪白的那个模样 是就是猝醒了上来 昨天就想上来了 昨天原本就要冲上来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在排队的民众呢 他们也赶紧抓着时间 要来绑雪链 像是他们这个部分呢 就出动了两个大男生 一个绑前轮 一个绑后轮 就是要加紧脚步绑好雪链 可以赶快上山来看美景 来自嘉义的游客是说呢 他们昨天半夜就出发了 为了就是要来看 河湾山的美景 那现在呢 温度大概在一度左右 那呢持续来讲的话 山上的雪不会那么快融化 民众呢就持续要排队来 往山上走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情形 出播